43岁吴建豪与美女店员合影,买70万手表太便宜,身形销售似少年。 5月份,有网友在某知名手表品牌店遇到了演员吴建豪。 43岁的吴建豪,身穿黑色带子T恤,戴着渐变色墨镜,佩戴着一个单肩包,盘着长发。 耳朵还打了超过三个耳洞,戴着耳钉和一位美女店员合影。 从照片中,我们可以看到,吴建豪虽然已经人到中年,可是却丝毫没有发福的迹象,并且身形销售,有点像少年的身形。 如果不是吴建豪留了一点胡子渣渣,看起来显然要更加年轻。 据悉,这一次吴建豪来购物,主要是想买手表,而网友爆料,这间手表店的价格,还真的不便宜。 根据美女店员透露,吴建豪想要购买的手表牌子,价格在20万到70多万之间。 算是手表品牌中的中等偏上的奢侈品牌了。 当然,几十万对于吴建豪来说,能够称称面子,也不过是零花钱罢了。 不得不说,吴建豪的一生非常风光,从F4到现在,他几乎都是过得非常好。 虽然说这几年由于年纪大了,工作量也比之前少了很多,可是丝毫不影响吴建豪的生活质量。 看他随随便便就去购买几十万的手表,就知道吴建豪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真的很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